下雨天抵擋不住板橋龍安里的雙喜鄰門 以九龍傳說彩繪出名的龍心社區和龍安里 社區裡的台灣藝術大學師生 再度接受里長黃春生的邀請 展現高超的創作力 再增添一面彩繪牆 述說龍的傳人在龍心社區的故事 我想九龍他是我們的社區守護天使 他有一定的存在價值和意義 當然我們也發揮台一大的 他們為我們創作的特色 今天做這個點睛的儀式 其實我們的地方 能國泰民安 風調雨順 這是最重要的一個期許 也希望我們的社區所有的鄉親 都可以好好的過日子平安幸福 我們除了來社區做一個實地訪查之外 我們也熟讀社區的歷史 然後我們找出社區的一個文化鋪馬 那我是希望說學生他透過這樣的一個經驗 將來可以把這個經驗帶到他的故鄉去 讓這個影響會越來越大 其實我來阪橋讀了兩年 其實跟這社區互動還滿少的 透過這堂課才真的比較深入了解這個社區 點睛儀式後黃春生里長還要忙著帶領板橋區長林進榜 民意代表和社區長輩等人一起進行 隆安里銀髮俱樂部的節拍活動 慶祝社區的大喜事 從即日起銀髮俱樂部開門營業 邀請阿公阿嬤一起來作伴 而成立第一天先透過共餐邀請大家來吃好聊 其實他這個目的是在做一個平台 讓我們這些年長櫻花族者可以走出來 不要在家裡 因為人在家裡待久的時候 屋子身體就不好 我們希望能夠讓他走出來 透過吃飯的一個平台 讓老人家能夠出來 然後能夠在這邊交老朋友 想說究竟服務是我們可以落實的一個共產部分 讓他們雖然我們剛開始一個月兩次 當然我們希望在我們的社區 在我們的里裡面來推動 我希望達到我們這個兩條巷子 就有一個共產點 然後慢慢的推廣 讓他們可以就近來接受到我們的社區服務 各式各樣的美食大家吃到好開心 首次隆安里銀髮俱樂部的共產活動 可以看見里長黃春生帶領志工準備的用心 要陪伴社區長輩一起養老 實現在地安養在地樂活的願望 中佳新聞林立物李嘉豪 板橋報導